新北市确诊数连四天破两万人 连带119化物量从每天平均一千通 增加到每天五千通 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位于消防局的防疫派遣中心 听取运作简报 并且慰问同仁工作辛劳 谢谢他们守在岗位上服务民众 所以新北市各单位前例总动员 我们消防局除了一般的急重症 除了救护救灾的勤务 照常全力守护市民以外 特别成立一个防疫派遣中心 就是为了这一次 Omicron在新北市是最大的量 所以新北市每一个人总动员 那面对后续的整个派遣中心的量 我们还会不断的提升 化物量暴增 勤务量同样也是快速增加 侯友宜表示 目前共动用108辆救护车 必要时可增加到120辆 另外还有灾情勘察车70辆 面对未来即将上升的确诊个案 尤其是消防局面对民众的紧急救援 更需要快速应对 其实我们消防局的应变能力非常的强 我们在派遣的过程当中 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到 收治医疗 在整个联系的过程 以及快速的转换过程当中 虽然是100辆 但是它可以撑起700、800 所有的派遣的工作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在运作非常的顺畅 我们同仁24小时守护 我们市民的健康安全 所以未来如果当确认个案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会再增加90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后面准备的量 来满足市民朋友 希望第一种服务的量 因疫情滚动式调整 防疫派遣中心 睁开到23位 每日编排387人 在防疫派遣中心轮班 执行防疫案件救护 采取轻重症分流通报联系 将医疗量能留给有需要的民众 记者游文宜 板桥采访报道